大家好,今天再分享一篇文章 关于美军希望能够和台湾的国军建立一个共同防疫指挥系统 这个我们看看新闻来自于中士 新闻是这样讲 国军被指挥美退降炮共用作战指挥系统前大使旗长 美国25家军火商访问台湾 3日进行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 美军前太平洋陆战队司令特异中将鲁德在会中表示 美台军事上现阶段最重要的合作进程就是共用作战指挥系统 前大使杰文基表示共用指挥系统就是让国军被美军指挥 而美国人与台湾人看台海战争的态度根本不一样 美国就是希望台湾打到乌克兰那样的城镇战 全民皆兵 不怕牺牲 就算中国大陆占领也只能拿下被打烂的台湾 鲁德在会中表示 台湾是海岛维持韧性 是重要议题 保证产业不受伤害 而美国与台湾之间的目标就是共同操作 共同作战图像整合 在进行不同任务时 可透过相同的自动化指挥系统 即指挥管制通讯资讯情报监视和侦查 沟通协调 顺利连接网络与武器系统 杰文基在节目中表示 台美共同作战指挥系统是值得关注的议题 国军目前的指挥系统是单独的 不受外军指挥 但韩国就为此炒了几十年 有三万美军驻扎在韩国 韩国军队虽有更多人 但如果一旦开战 韩国军队听从美军指挥 这就是作战指挥权的问题 美军不可能让外国指挥 但却能指挥外国军队 且直言 美国人会希望台湾人打仗 不计人命的代价 因为死的不是美国人 城镇战怎么牺牲都可以 若要炸毁台积电 国军都舍不得下手 美军就敢直接下手 他们认为 国军就应该要坚持单独的指挥系统 不应该与美军共用 这个新闻就是 25家军火商 加上那些军火的说客 什么前退休的将领司令 一大堆来到台湾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举行个论坛 美军建议台湾和美国来一个共同的指挥系统 就是你的电脑系统和我美军是连通的 包括武器的发射控制 也就是如果这个系统一旦建立之后 美国人在华盛顿电钮一按 台湾那颗导弹 就飞出去了 就攻击大陆去了 谁指挥的 美国人说我不知道 台湾人说我也不知道 谁指挥的 AI指挥的 机器人指挥的 最后打起来玩巷战 任性就是 共军占领了 你们也跟他打 一直跟他打 保护商业 台积电都给我搬走 台积电已经搬的差不多了 这个事情就联想到 今天这个克里姆林宫被无人机攻击的事情 美军说我不知道 乌克兰说不知道 两人都说不知道 那这无人机是谁飞去的 从哪飞去的 都说不知道 我估计现在乌克兰的指挥系统 可能和美军就是联通的 因为一旦联通之后 只要你俩在打 而有一方的电脑是我来控制的 我死尽打你 你还看不见我 因为我只是电子操作 我只是远程遥控 像无人机都是远程遥控的 它在挪威 在波兰 在芬兰 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遥控这个无人机 至于这无人机在哪起飞 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关键是起飞之后 谁来遥控的 这样的遥控技术 乌克兰有吗 我想应该没有 这样的遥控技术 只有西方有 只有第三国有 所以乌克兰的模式 现在在适用 用到今天 我们看出来了 第三国想打 而普京到现在 他已经不想再扩大战争了 乌克兰觉得很没面子 不打不行 你刚说不打 给你钱 给你武器 你刚说想不打了 刚说想谈一谈了 踪 那边被刺杀 刺杀的怀疑对象谁啊 就是你乌克兰 当然乌克兰说 我不知道 美国说不知道 俄罗斯说很可笑 你俩都不知道 那谁知道 我们看他这个反应啊 就是乌克兰第一时间 说不知道 俄罗斯说是乌克兰干的 为什么俄罗斯说 是乌克兰干的呢 就是他这个无人机 碎片掉下来之后啊 他分析了一下 这些东西 应该是有乌克兰的标记 在上面 如果第三国 想干这个事情 把这个嫁祸给乌克兰 让你战争不要停下来 他怎么可能在这个 无人机上面 印上美国国旗呢 不会的 他就印一个乌克兰国旗 乌克兰标就完了 里边所有的零件 应该都是美国制造的 应该都不是乌克兰制造的 乌克兰自己 他没有制造无人机的能力 乌克兰所有的无人机 所有的那些飞弹 刺针飞弹 都是外边给的 而在援助乌克兰这些武器当中 如果他给你无人机控制系统 我认为第三国依然能控制 你也可能能控制 他也能控制 这种远程的遥控系统 攻击一个目标 最后呢 你很难查到这个信号控制是从哪来的 你可以看到那个飞机的残骸 我把飞机上残骸搞不好 他印上一个中国的标记都有可能 这样的话 你俩关系不是好吗 我过两天又飞一架无人机过去 又带点炸弹 然后你又给击落了 击落以后呢 然后你一看 上面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这样的话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让他给挑一下呢 这种可能性 这种小把戏 他们会玩的 玩的出来 目前还没有这么做 但是克里姆林宫上面这两架无人机 俄罗斯第一时间说是乌克兰干的 就是因为这个无人机上面 所有这些标记 这些记号 显示的是乌克兰 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是乌克兰制作的飞机 我认为应该是第三国 来自于第三方 现在的这些主流媒体啊 你只要反过来看 答案都在上面呢 怎么就反过来看呢 你看那些国际主流媒体 普京被自杀 马上就有人说 你普京自导自演 昨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聊天 还有一个人说了 他看的是新闻 看的是主流媒体的新闻 所以他第一反应就是 普京自导自演 我说你一定看的是那个主流新闻 什么CNN CNBC啊 有些人呢就是不知道 但是你要把主流新闻 把主流的媒体那新闻 倒过来看 真相就在这 怎么叫倒过来看 主流媒体说 普京自导自演 倒过来看就是他干的 这很简单这个事情 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 哪有人在第一时间就公布出来的 他一定不想让你知道 但是他又想误导大家 可是现在这个世界上谁傻呀 你误导大家 其实就是你 就是你干的 为什么我们说这是第三国干的呢 乌克兰和普京之间打了一年了 突然中方介入 希望谈判 而司机在和北京通话这个事情上 看很多媒体报道 他事先没有通知美国 你自己想谈判 因为中方一介入 中方的态度很明确 就是谈不要再打了 这个是很明确的 乌克兰和中国一接触 一定是要谈谈一个什么条件 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就发生了这种刺杀的行为 这个是乌克兰干的吗 比例不高 是普京自己干的吗 比例不高 是第三方介入吗 比例非常高 因为只有第三方不能容忍中国介入之后 让这个俄乌战争结束 他们是不能容忍的 所以现在拼命的又增加军费 又打美刀 一定要把这个火点起来 这个火是不能让他灭的 所以这个迹象呢 你看主流媒体的新闻 在这个时候呢 答案就在里面 他都告诉你了 只是你把他反过来 就是这个答案 因为他们没有真相 他们要掩盖真相 他一定告诉你一个假象 而其实他在告诉你假象的同时 他已经告诉你了 就是他看的 真相就在180度的后面 挡着那儿了 非常明显 这种控制媒体进行假宣传的这个动作 这两年大家已经开始慢慢习惯了 以前不太习惯 以前觉得 哎呀 新闻说了 新闻都真的吗 太天真了 但是现在呢 逐渐逐渐 如果学会了 就是新闻说了 对 180度 答案就在那儿了 他已经告诉你了 非常简单 所以回过来说 台湾这个事情 这个指挥系统共用 那麻烦了 武器放在台湾 遥控按钮在那边 人家一遥控 就飞出去了 最后共军哪儿 被骚扰了一下儿了 福建被揍了一颗导弹了 最后共军说了 你台湾干的 对呀 这个东西是从台湾飞出来的 问题是遥控按钮在哪儿啊 遥控按钮可能不是台湾的国军 可能是那边 这不就傻了吗 所以纪大使说的有很有道理 整个就是国军呢 就不再有控制力了 你只是摆在这儿的一堆足子 真正的指挥官在那边的 那边只要电子一指挥 情报一给你输送 图像一输送 咔嚓一按按钮 擦飞出去了 就是那么简单 台湾非常明显 就是第二个乌克兰 能不能走到内部 我们不知道 等着看吧 看目前那个趋势 有可能 有可能走到内部 好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加拿大射击运动学院 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 2013年成立 专门培养奥运会射击运动员 分青少年组和成人组 学校开设持枪证课程 狩猎证课程 和奥运会射击项目课程 至今已经培养了 8000多位学生 和打猎射击爱好者 学生在北美射击比赛中 取得了许多优秀成绩 并且为世界名牌大学 输送了多名世界级射击选手 学校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